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本单元我们将介绍如何以顾客旅程地图规划顾客需求的服务场域 这个是一个相当新的议题 因为创新服务是来自于我们对服务设计的深刻了解 还有我们对顾客在服务过程当中的一些分析 唯有透过这样的分析跟了解才可以创造出 比较不容易产生失误 或者可以满足我们最终目标的一个这样的设计 在服务设计里面我们先介绍两个模型 第一个在1963年就有学者提出来 设计一个流程有三个重要的阶段 第一个分析 我们必须分析消费者的需求 还有分析我们商家自己所具备的能力 这两个之间一定会有一些差距 或者是我们商家做不到的地方 我们就必须去思考 如何用第二阶段创新这样的工具 来满足这个差距或缩小这个差距 那当你思考好了之后 这个想法有了之后 第三个阶段我们尝试来去做一些执行的动作 当然执行完之后 是不是如我们当初所想所规划的 倒也未必 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跟很好的一个试验 那在服务设计流程里面 我们在1963年就这样的概念了 那么到了2005年 英国设计协会呢 它提出了一个叫双钻石模型 那这双钻石模型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图表里面呢 它有透过四个阶段 第一个我们叫发现 什么叫发现呢 发现消费者的需求 发现这个市场上的脉络 怎么样的开始在变化了 从发现开始找到我们的创新点 第二个做一个定义 什么叫定义呢 我们要去定义说 那消费者这个需求 是要我自己来提供 我来满足它 或者是我应该要去找 其他人或者是第三个partner 来满足这样子 一起大家来讨论 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些想法 或者是做一些分工 在这个地方把它定义好 第三个我们把它这些想法呢 来具体的去发展出 一些可行的方案出来 第一个方案 第二个方案第三个方案 那从这个方案里面呢 我们去挑选 最适合最适当的呢 然后进入到第四个阶段 叫做实行 把这个想法把它deliver出去 那这个跟之前呢 最大的差别是 我们把其他厂商 或第三个sir party的能力 跟能量 我们也把它带进来 再定义这个阶段 我们就必须把它谈得更清楚 因为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我们厂商 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 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方式 那么在顾客旅程地图呢 我们要做一些阶段性的介绍 还有概念的介绍 那我们来看一下 顾客旅程地图的定义 所谓的顾客旅程地图 英文叫做Customer Journey Map 是针对呢 顾客在体验旅程当中 怎么样跟我们的实际的卖场 或者是网路的商店 不管是有形或无形的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接触点的产生 那么呢 我们要怎么样透过探索的方式 去了解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想法 产生的什么样子的可能性 或者是搭配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 比如说扫子化 单身 银法族等等 那可能有一些新的需求会产生 第一个叫探索 第二个我们叫设计 重新去设计开发这样的场域 第三个呢 建立这样的应用模式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顾客旅程的第一个阶段 我们叫做探索 那么探索我们有一些具体的做法 包括我们可能会扮演这个路人甲路人椅 就在旁边观察这个消费者的行为 比如说他排队是不是排了很久 他们是不是有一些不耐烦 或者是不想等待这些举措 那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样适时的去服务他 对消费者来讲 事实上等待没有问题 只是他最怕的是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他不知道要等多久 那如果你可以告知他 你大概等多久可以得到这个服务 然后呢他就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去逛一逛走一走 那留下他的手机 等他快要排到他的时候 你手机简讯传给他 他可以立即回来到这个店面去做消费 那这个等待事实上 或许也不是什么痛苦的一个事情 他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消费 去做采购 那第二个做问卷调查 第三个我们厂商透过一些活动设计 跟他做一些互动 这些都是在探索消费者的一些需求跟喜好 第二个我们来做一些设计 那设计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 引进去思考说怎么样以消费者以人为本这样的设计 不是从我们商家自己为出发点 因为这样的设计往往会失败 再来我们会去了解一些文化背景做更深入的探讨 比如说在这个国家他可能偏好吃什么东西 或者是他被禁止吃什么东西 这些都必须要注意到的 再来做深度的访谈 所以有一些公司他要到异地 到其他国家去开设分店的时候 他会找几个代表性的家庭成员来做一些访谈 最后一个是人物质的研究 那我们后面会举人物质的研究 来做深入的说明 我们会举一个实际的案例 第三个我们就怎么样去应用 那整合这样子的服务流程 把我们的想法把它应用进来 在日本的饭店里面就提供这样的服务 他会帮你把你的行李 从假饭店送到乙饭店去 这个就是一个服务 甚至他也在卖场里面 比如说你到大卖场去买了大包小包 电锅吸尘器或者是很多这样的电子商品 他也可以把你包装起来 在约定的时间里面呢 把你送到机场去 所以这种整合性的服务呢 在日本我们已经看到相当多的实际的案例 好我们刚刚有提到 怎么样应用所谓的人物质来发掘顾客的需求 我们举一个实际的做法 来跟各位做个介绍 那么什么叫人物质呢 英文叫做Persona 它是近年来呢一种在行销规划 以及商业设计上呢 用来描绘目标顾客的一种方法 我们会先锁定一个目标顾客 那设计人员呢 透过对于这个目标顾客的深入了解 了解到多detail呢 他的日常生活 习惯 他的交友状况 上班下班的这些模式 然后呢从这个过程当中来 为这个服务对象提供更客制化 还有更个人化的一些服务体验 那应用的场域有非常多 只要是跟消费者有接触的这些地方 我们都可以利用人物质 来做一些深入的研究跟探讨 我们要避免的是 当我们花了大钱 建置了这些科技场域之后 结果反而消费者产生厌恶 或者不耐烦的情况 那这个都不是我们当初所想要的 所以使用人物质呢 事实上是在这个创新过程当中 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模式 好 那么 在我们台湾有一个公司 叫做数位宅庄 那他在近几年呢 他利用AR 叫做扩增实镜的技术呢 他应用在这个家具的展示 那他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很多卖家具的这个厂商 他必须要租一个很大的店面 把各式各样的家具都摆放进去 可是各位也知道 这个店面越大 我们的成本就越高 租金不便宜 人员又不容易聘 再来 你所摆出来的这些家具 毕竟还是很有限 所以他们就想出来 怎么样用这个资讯技术呢 把这些家具呢 都设计在电脑上面 那么今天消费者呢 他可以在手机上面 随意的拖拉他想要的这个家具 然后呢在他的房子里面 还没有装潢的房子里面呢 去想像这个家具摆放上去之后 会是什么样子的状态 颜色啦格式啦 还有搭配上我的一些装潢啊 跟设计师做一个讨论 那这个数位宅庄这家公司呢 他做了一个这样的发想 他也开发出这样的一个 资讯工具出来 但是消费者到底买不买单 消费者愿不愿意去使用 那么消费者使用之后 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利用人物质 来做一些研究了 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实际的案例 那么当初呢 他们就设想了一个 单身族群购屋装潢的一个情境 来做一个这样的模拟 好那么找了一个目标顾客 女性30岁未婚 那么呢他准备要成家 那开始在看房子 那他偏好空屋 因为呢他想要自己去装潢 打造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家庭 那么因为他的这个自主性比较强 所以呢他希望在自己深入去了解这个 家具风格之后呢 跟设计师有一些深入讨论 好那我们设定的就是一个 这样的人物跟角色 看屋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把刚刚数位宅庄的那种 AR家具展示的这种资讯科技呢 介绍给他那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境 那我们就利用一个顾客旅程地图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的目标顾客在活动前 活动中活动后可能会产生出一些什么样子的回馈跟反应 第一个活动前 这个女生他去看房子之前 他第一个他可能会收集资料 收集完充分的资料呢 他会跟房仲预约看房 这些就是我们讲的 在消费之前我们会做一个 资讯的收集跟整理 好那朋友也会介绍 亲友会介绍 这个都免不了 那么进到这个看屋的场域的时候呢 房仲业者呢当然会跟他介绍 这个房子呢有关的一些特性 价格啦他的地点啊等等的 再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王主任呢就拿出了这个数位宅庄设计好的这种AR 然后这个可以看家具装潢的这种虚拟的这种方式 好那这个女生呢 他刚好对这种资讯科技呢并不排斥 因为呢年轻人他比较勇于接受这样的模式 而且他自主性比较强 那么他们发现呢使用这种虚拟装潢之后呢 他会拉长消费者在这个地方 这个房子里面看屋子的时间 而且他真正可以投射到说 我未来真的买了这个房子以后 他当他要变成我们家 我们怎么样去打造它 所以呢他就发现这样子的这种设备 事实上对这样的消费者是有帮助的 那么在看完房子之后呢 活动以后又可能产生出一些什么样子的回馈跟记录 这消费者可以把它看完这个房子以后的这些图片 影像把它记录下来 放到自己的手机上面去 跟男朋友跟他的亲友在做一些讨论 你觉得这个颜色好不好 你这个地方摆这个家具好不好 然后呢可以在网路上或者呢 透过这种手机平台即时再去更换 那么透过这个过程 你会发现买房子搭配这样的一种设备 事实上他的乐趣变得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应用的实际案例 那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归纳 我们用的persona我们看到了什么 第一个我们的目标顾客 30岁单身的女性 她们习惯呢透过这个网路来收集资讯 再来她偏好使用APP 再来她倾向购买空屋 打造自己的这个居家风格 然后呢购完屋之后自己去做装潢设计 那么她自己觉得没有时间去看这个大型的家具 因为大型的家具往往要看到实体 她才愿意去购买 所以呢她有一个这样的特性 我们就发现说我们这样的资讯平台 对于这样子的特定顾客 当她在看房子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 确实会有帮助的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 资讯科技导入零售卖场的时候呢 我们用人物质去做一个研究跟一个学习 在这个章节里面我们简单做一个总整理 那么以顾客体验进行设计思考 是科技服务导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我们不能用厂商自己非常高端的科技 非常厉害的科技当出发点 因为这往往会是失败的 我们必须从顾客的角度来想这件事情 再来第二个透过顾客旅程地图 在这个过程当中观察她对这些有型的商品 或者是无型的服务 她可能会产生什么样子的互动 探索设计建立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然后提供一个创新的营运的一个机会 第三个透过人物质我们讲Persona 这样的方式呢 可以深入的去研究我们的目标顾客 在这个情境里面 她可能会产生怎么样的甜蜜点或者是痛点 那产生甜蜜点我们就增强它 有痛点我们就改变它消除它 那如此一来呢 有机会可以创造一个新颖的一种 零售卖场的一种智慧化的购物模式 那以上是我们这个章节呢做的介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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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